我们最后第五章最后这个很快 Recursive 我们之前叫做 我们之前常用的一个叫做 像FOR FOR在干嘛 回圈嘛 那现在这个叫递回 这个有点不太一样的概念 这个就是比较特别的是 韩式在呼叫自己 就是 就自己叫自己 你就说怎么那么奇怪 自己叫自己 那它功能其实还蛮好用的 但是其实也稍微有点复杂 自己叫自己这个 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讲太多 就是概念而已 我们用例子来看最简单 阶层 大家都知道阶层吧 这是高中数学吧 所以阶层的定义就是什么 n阶层就是n乘n-1 诶 减怎么不见 n-1 n-2 一直到1嘛 对不对 这就是n阶层嘛 那你如果要写一个韩式是n阶层 你要怎么写 你要怎么写 你就照这个写啊 是不是就这样子 那 但是你要注意1阶层也是多少 1嘛 0阶层呢 也是1 所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这个当然是比较特殊的 那另外 所以我们如果 这个如果我们 其实这种阶层的方式的写法 有很多种 那我们先 假设用课本的这种 所谓的叫 用韩式来呼叫自己的方式来写这个阶层 怎么写 来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类似 一个conceptual model 观念模型 这东西看得懂吗 5阶层 我是不是把它可以切成5乘以4阶层 就类似降阶啦 以前高中有没有学过就降阶 有吗 5阶层就是可以把它变成5乘以4阶层 那我在呼叫这个5阶层的函数的时候 这5阶层的函数 会先把它break down成5 层上下一个降阶的 就变4阶层嘛 那4阶层接下来又会去呼叫阶层的这个函数 所以4阶层又会再去把它降阶层 降阶层什么 3阶层 所以4阶层会变成4乘以3阶层 然后3阶层又会再降阶层3乘以2阶层 2阶层又会再降阶层2乘以1阶层 然后到1阶层当然就是1了嘛 这个就是到底了嘛 就是5 4 3 2 1这样到底了 对不对 到底完了之后 因为它就是呼叫 假设我这个就是用一个重复的呼叫自己的这个阶层函数 那每一个函式的阶层函数都是把它原来的这个值降一阶 然后再乘上它自己本身 就是5阶层 就是刚刚说5乘以4阶层嘛 然后你再去呼叫阶层这个函数 它又是把它自己本身再乘以下一个 再降一阶 就是变3阶层 所以这个就是重复在呼叫这个阶层的东西 然后一直到1 到1之后呢 它就开始return 因为已经 已经 已经 就是 已经这个叫什么 已经到底了啦 已经到底了 到底了之后 然后它还是叫return 它就return 所以return回去 2乘以1阶层就是2乘以1嘛 所以变2 对不对 所以 这边回来 return再回去的话 return是2 所以再return2回去 然后这边再变成是3乘以2 就变6 然后6再return回去 就变成4乘以6 变24 然后再return回去24 再5乘以24 然后最后就变120 它这个叫做recursive的概念 它重复的呼叫自己这样的一个东西 叫做recursive 用阶层的概念可以用这样来看 这个idea知道吗 知道吗 知道吗 其他人呢 知道 那我们怎么写 写法其实也不难啦 这为什么会一直在闪 今天是怎么样 变一下部闻吗 它这边比较特别 它是用long-long 因为什么 因为阶层可能数字会很大 所以它就是两个long double-long double-long 就是代表它的可以 记忆体会很大 然后onsign 因为它都是正 阶层有没有复的啊 没有啊 所以它就onsign 对不对 onsign知道什么意思吧 对不对 对啊 所以onsign long-long的integer factorio 所以这个是它的prototype 那这个prototype 所以韩式本身也有行别嘛 对不对 知道吧 这个到现在应该知道 韩式也有行别 就代表它要return回来的行别 是一个long-long的integer 然后这个factorio 这个就是它的韩式名称嘛 然后它的引数呢 就是一个onsign的integer number 然后接下来 主程式宣告另外一个整数叫i 然后接下来 大家这边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反正把 从0到21阶层都把它列出来啦 它只是要把它列出来而已 所以它这个回圈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 它只是在算 0到21阶层的结果 然后呢 它里面其实只有一个statement 叫printf 那printf 这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对应后面 这个%u 就是什么onsign的对应的i 然后呢 这些都是它的 在%11的u 它这边就给它一个 一个什么 一个范围 11知道什么意思 %11u 就是代表这个整数会有几个 会11格 然后从哪边排 靠右边排 然后接下来 它对应的一个u 就对i 然后这个u 另外一个u呢 就对什么 对factorioi 那这个factorioi 是什么 这是接下来这边它定义的 所以你看它写的很简单 这个onsign long long integer factorio 然后onsign integer number 进来之后呢 我接下来直接看 如果这个number 小于等于1 number小于等于1 就是如果是1阶层或0阶层 1阶层或0阶层 我就return什么 return1回去嘛 否则的话呢 我就return什么 return number乘上factorioi factorioi number 减1 这是刚才的那个概念 5阶层就变成5乘以4阶层嘛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number是5进来 对不对 那5的话 5再乘以什么 factorioi 再去呼叫它自己本身 变成是5-1 变4 所以这个又再去呼叫一次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是它本身啊 所以这个叫做自我呼叫嘛 这个叫做recursive的概念 所以它接下来下一个number变多好 就变4啊 那4当然还是属于这边嘛 所以它又变成是return什么 4乘以factorioi 4-1变3 然后再呼叫自己 然后再这样下去 所以就变刚才类似 刚才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程式结束之后 再啪啪啪啪啪回去 就结束了 它就拴出它的阶层了 这叫做recursive 那程式的写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一个if else的判断 然后return的过程中间 就不断的再去呼叫自己 降阶啦 降阶的呼叫自己 这个是也算蛮高 高干的写法 然后最后跑出来的结果 它就是0阶层是11阶层是11 这样就跑出来 就这样 这样有没有问题 这个当然看起来都很简单啦 对不对 人家自己写的 他写不出来 好 这个叫recursive 对不对 叫自我呼叫 韩式自我呼叫recursive 那我先来考你们 你这边 如果不用这个recursive去写 你用其他的回圈方式去写 可不可以写得出来 应该也是可以写得出来 对不对 可以吗 你有没有要写 功课写过 功课写过啦 你没用坏是吧 用for 也可以啦 所以我说这种写法有很多种 那如果 你只是改这边的话 就是按照这个去写的话 这边当然不动 下面这个 其实你可以把它改写成 类似一个 类似一个 诶 我自己做的 拿着 好 你 就 我自己做的 还是 把它改成 买稿的 恩 你们如果会写的话 其实这边只要一个file 或者是一个for回圈 都可以去取代这一块 我本来有写一个 让你们参考 现在找不到 那就算了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还有一些例子 可能像刚才说 N阶层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这个就比较特别 这个我不晓得 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 可以去搭配他的 这个叫做Fibonacci 这个你们维基奔有没有学过 没有 你维基奔有没有学很多极数 维基奔有没有学极数 没有吗 这个应该也蛮有名的 没有吗 不要被我找到 真的 好啦那这个极数简不简单 就是 一开始是0跟1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每一个 这个Fibonacci的这个数目 都是他前面两个的数目的核 就这样把他累加累加一直上去 这个没有似曾相似的感觉吗 没有 怎么有有没有 应该有 高中普习班有 那当然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啊 Fibonacci的0就是0啊 那Fibonacci1就是1 那Fibonaccin呢就是什么 n-1乘以加上n-2啦 就是他前面两个啊 所以这边才会是什么 0 1 1 这个第三个1就是什么 就是把0加1嘛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2 就是1加1 那接下来呢3就是1加2 然后5呢就是2加3 然后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这叫Fibonaccin-2 那这个Fibonaccin-2当然 他也可以用递毁的方式去算 他的概念就是这样子啊 你如果像是3的话 他就是把它拆解成一样 就是把它 因为反正就是两个嘛 这可以拆解成前面的两个 那前面两个就是一个 就是2一个是1嘛 那最底层的是到1嘛 所以1他这边就直接return1回来 那如果是2的话呢 第二个还不是他的最基本 最基本的是第一个是0 第二个是1嘛 那第二个 应该是怎么说 第二个第一个是0 第二个是1 然后那最基本的 他从0开始啦 他不是他这个3可能是 因为他是从0开始 所以他是0 1 2 3 所以2还可以再拆解成1跟0 那1跟0的话一个是0 一个是1 然后再把它return回去 就会把它加出来 他这个 所以他一样是用降阶的概念 去做这个Fabonich 那所以写成程式的话 他也是一样 他这边宣告一个 这个Fabonich的这个函式 那接下来这边 他其实只是去呼叫他一次 然后把他存在他的result 然后再把他结果 把他结果把他印出来 那他的这个程式 其实跟刚才 跟刚才那个也蛮像的 对不对 刚才的那个 这个N阶层 他特别的情况就是0跟1 当你的N是0跟1的时候 他就return return他的N 因为你如果N是0 当然就return0 N如果是1就return1 那当然这边是用或 那接下来else 那else的话 他接下来就做recursive 如果你不是1跟0的话 你如果是2的话 他接下来就是怎么样 把它降阶 把它做降阶 那降阶的过程中间 他就不断地去呼叫 所以他这边去这两个相加结果是他最后return回去的值 但是他这两个都是怎么样 分别把它 也不是说降阶 就把它指到前面一个跟前面第二个的那个位置 然后把它结果相加起来 那当然如果你还不是到底的话 不是到底的话你还会 因为你会去呼叫他 那除非到什么 一直把它降到第0跟第1个 他才会怎么样去结束他 然后最后算出他的结果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recursive的应用 那当然这个比较稍微复杂一点 稍微参考一下就好了 那重点是前面这个n阶层 那你们既然自己写过的话 你就可以比较说 这两个方法其实 其实都可以 对不对 但看起来这个是比较 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直观 就是说不是那么 很容易想象的出来 因为你要去自己呼叫自己 这个概念好像感觉上比较不是那么 好像straight forward 那么直接 那么直接 好那第五章的部分 我们大概就上到这边 那这边有一些比较的东西 用recursive的问题是 它会一个 它会重复的孵叫2的n次方 这个在计算机的理论来说 它是一个在算这个所谓的 就是演算法的这个复杂程度的时候 你如果它的计算量很大的话 这种叫做exponential的增加 就是它会随它的n n就是它的size 就是我今天如果要做 菲伯尼茨30 那这个30就是它的size 这个size你不断的去 重复呼叫的话 它要做2的n次方 次的呼叫 2的n次方 2的30次方 或2的20次方 就已经几乎就是100万个 100万个韩式呼叫 那这个韩式呼叫的过程中间 因为它一直重复存在 这个有点像在堆叠 我们上次不是说 韩式的呼叫 是主层次先出来 这个大盒子在最底下 你呼叫一个韩式 就把一个韩式再叠上去 那你如果是用这种recursive的话 它就一直堆堆堆堆 堆100万个韩式上去 那时候同时记忆体都会存在 所以你的记忆体 也会是会消耗的蛮多的 所以这个它 也有它的一个本身的缺点 那如果30个的话是10亿个 10亿个 那这种是所谓的 computation的这个compressity 它的复杂程度 而且是一种叫exponential exponential知道吗 exponential什么意思啊 exponential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exponential exponential是这样子啊 你们 维基分应该也有学过 1这个概念嘛 那但是exponential 它当然这个跟那个1不一样 那个1是指它的次方数 exponential是它的次方数 所以变成是指数的增加 所以它叫指数的增加 情况之下 它的计算量会非常大 那基本上递回 这个就是我们用的回圈啦 跟这个 跟这个刚所谓的recursive 它其实各有它的一些特性 那课本稍微把它做一个 一个summarize 那这个你们自己参考一下就好了 好 这边我们就 第五章我们就先谈到这边